你好 欢迎收看10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卢宇慧 公费流感疫苗正式开打 花莲县配额9万剂 预有27.5%的民众可以受益 高于其他全国县市25%的平均值 而县长徐中卫表示 县政府再加码2000剂的疫苗 要提供给第一线教育人员 做好健康防护工作 随后他也和东区传染病防治医疗网的指挥官李仁志 一起现场施打疫苗 用行动鼓励大家一起踊跃接种 公费流感疫苗5号正式开打 花莲民众热度持续 县长徐中卫上午也和东区传染病防治医疗网指挥官李仁志 各取出首长长者和孕妇妈妈等代表 捲起袖子施打疫苗 用行动鼓励国人踊跃接种 针对预防流感 花莲县福加码自费2000剂疫苗 提供给在教育领域与孩子接触的第一线教师们 一起提高防疫力 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的防疫当中 其实我们的长者发挥了很大很大的 自主健康管理的力量 而且也会关心左邻右舍 所以我们今年在无论是文件站据点 还有我们瑞智家园 其实这个部分除了公共能去宣导以外 其实我们社区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另外我们今年又自备购买的将近2000剂 给我们在教育领域跟我们孩子接触第一线的老师们 也给他们做一个最好的防疫的部分 你得到流感你的症状跟冠状病毒是类似的 所以你如果得到流感的话 你的待遇到医院区就会关在护牙隔离病毒 然后会做很多裁剪 那这样子不只增加你个人的这个健康的麻烦 同时也会造成医疗单位的重大的负担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加强 我们就希望不要有流感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得这个病 那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施法就变成非常重要 花莲县共配额9万剂 约有27.5%县民受益 高于全国其他县市的25% 符合免费接种对象的花莲相亲 可知县内57家合约医疗院所接种 其他民众则可选择自费接种 效果一致 由于疫苗接种后 需要两周以上时间才会产生足够抗体保护 建议民众敢在疫情高峰前接种 才能避免传人给小孩或长辈而病发重症 一起用行动守护家人 公备流感疫苗开打 保护市区 保护他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